玉里镇中成国小毕业典礼在6月17号下午如期主行了 而校长表示因为去年疫情的关系改为线上直播办理 不过很多同学反应没有感觉 因此校方在今年决定如期巨星 并且也会加强做好防疫 而更有玉里镇公所派清洁队在前一天做好消毒工作 就是要让66位毕业生在这一天接受到大家的祝福 精彩的爵士表演为中成国小毕业典礼揭开序幕 这是玉里中成国小的毕业典礼 不为疫情校方做足了准备加强防疫的工作 让毕业典礼如期的顺利举行 校长到这个学校第九年的 从你们进来中成的第一天 我们就认识到现在 校长有特别特别的多的感动 也有很多的唏嘘跟祝福 在这个疫情如此严峻的时刻 玉里镇中成国小毕业典礼在6月17号的下午举行 校长表示因为去年疫情的关系改为线上直播办理 不过很多学生都反映没有感觉 很多去年的毕业同学都讲 校长 那个毕业典礼我们都没有感觉 所以 今年 我们排除了很多很多的困难 我们举行了实体的毕业典礼 校长要好好的送送你们 那特别是 今年也有这么多的来宾 不畏惧疫情 到学校来 给大家加油打气 给小朋友祝福 家长口罩戴好 坐在一旁看着自己的孩子就要准备毕业了 非常的感动 校方在今年决定如期举行 并且也加强做好防疫 更有玉里镇公所清洁队在前一天做好消毒工作 让这66位的毕业生在这一天接受大家的祝福跟感谢 记者高雄雄玉里镇采访报道